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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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来 不好意思 我做到了 做到葉子的麥克風 歡迎回来我們拜歐帕好戲 前面有點聊得太久 我們一個沒注意時間 然後我們這一趴呢 要來看的就是 拜歐爆馬仔改版情報搶先看 那其實在這個禮拜 官方的直播已經透露出相當多的情報了 包含整個翻新的遊戲界面 非常的潮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今天請到石油王來 然後再加上我們RB還有Tommy 那其實呢我們三位呢 都可以針對這一些 我們已經露出的改版資訊 來做一些講解的部分 就是因為 其實官方公布了一些消息 就是他可能做了一些 數值上面的更動 可是一般的玩家可能不太能了解說 這個 比如說 這個東西只差了EF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到底是 我真的是可以利用這EF的東西 去做一些事情呢 還是說就真的跟以前一樣 是沒有什麼差別這樣子 我們可以針對這一些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之前不是說 官方釋出的消息都還蠻含糊的嗎 所以他現在又再更新一個版本 是比較明確的 沒有 其實沒有 一半含糊一半明確 對就一半一半 有的角色他講的 應該說有些是字面上就懂了 有些字面上 還是很 他就說 OK你的攻擊和受創暴力改變 就是像這種話 但是不講他改了 但是你不知道改變是怎麼樣 但其實也不能怪他們 是他的那個東西是 如果沒有用圖 你文字形容不出來 對 有些的改變是沒有圖式的話 本來文字形容不出來 也不能怪他們這樣 對因為他像他說的這種東西 就是很 比如說就隨便舉個例子 就不是說比如說 我龍一個拳頭揮出去 可能他的授擊判定 或者是那個打擊判定是前面 然後授擊判定是中間 那他可能做了一點修改 比如說把這個授擊判定 往下修這樣子 那可是這個文字敘述 你很難去講清楚 那就變成說要透過圖片 對大概是 所以類似這種 他可能就會略過 他就是說我有改 對 那實際上就是要 真的要等上了才知道 不過除此之外的情報 其實都還蠻詳細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來看一下一些 基本上面的系統改動 來看一下改版的消息的底壩 我們來看這個底壩上面寫的是 這個就是AE的更新 可以 這個算是ID 遊戲ID的變更 你在商店可以用200K 也就是千萬 十萬百萬 200萬FB 200萬FB或者是9.99美金 也就是10美金 來變更你的ID跟國旗 超過三萬五千積分的玩家 則是為大師 因為現在的大師 200萬20萬吧 什麼200萬 你說那個FB嗎 對啊 200萬嗎 哪是1K不是1000嗎 20萬 抱歉 等一下你點過了是不是 很吵欸 真的點過了嗎 沒有沒有他幫我抽卡 竟然會發閃電 那真的是歐洲人 我真的很相信 我真的很相信 你要不要推阿尼塔路坑 我真的很想 超壞 超壞超壞 我真的很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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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用後港片嗎 殭屍最怕什麼 童子尿 我真的很相信 童子這件事情 是很有用的 童真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超過分 你真的超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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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啦 笑死了 真手欸 笑死我 好啦那個 這個剛剛FB的那個 就是你 反正你可以改ID 跟那個 花錢去改ID 所以你現在想要當美國人 就趁現在啊 對對對 但是他不知道 這個到底是 只要花就能改 還是 還是只能改一次兩次這樣 只能改一次 只能改一次嗎 印象中他是只能改一次啦 那 Master階級 現在這個版本是五萬分嘛 對不對 三萬啦 三萬是不是 所以就是多五千分這樣子 因為他接下來 會有新的階級上來 理論上會有一些 比如說 Master上去我記得會有 UltraMaster 或者是Grandmaster 這些選擇 Grandmaster 對不對 就是有更高的階段 然後最後一個好像是什麼 Warrior Warlord 對不對 這個都是這一次的改動 那全角色 那個角打錯 全角色啦 如果你打注音的話 全角色 VT補陣 從一段變成兩段 這邊問一下 所以原本的VT補陣是 代表說我帶了一個必殺技的補陣 是這樣 就帶了多一下的補陣 就多一下嘛 對不對 那這個從一下變成兩下差 大概會差 會有怎麼樣的差別 就整體傷害差很多 傷害會下降 尤其是在 有一些角色 他VT這個連段比較多的情況下 對他算是 嚴重的被砍一刀 哦 那簡單來說好了 那就是比如說我今天是 卡琳 然後用那個 比如說前面帶 隨便帶一個東西 然後帶VT 然後帶一個 紅鍊拳的傷害 比如說原本大概是打 290可能會變270 差不多 差不多 可能沒有差那麼少 就比如說原本有些可以打 5個好了 可能這個補陣下去剩3個 有可能 哦 他蠻多的耶 我覺得不會到3個啦 最多4個 3 4個啦 你講的是最後一下特別痛的那種 沒有最後一下特別痛 但是最後帶些 不是都帶些 其實很簡單 之前有一位日本的 反正就是 TiLine你們也知道 Twitter的 他是專門在貼一些影片 對對對 他其實已經有在做一個就是說 他已經去直接示範了一次 到Season3之後 VTRIGGER多一下補陣之後 那個傷害是 感覺啦 感覺怎麼樣 他選了 他真的會選角色 他選了一個 連段很多的角色去做示範 然後我剛好看 那隻角色剛好是我的角色 他就Yulian嘛 對 丟陣子之後的combo 我看完那個傷害我真的有點想哭 有點想流淚 對不對 因為Yulian的那個 鏡子的傷害 我得鏡子出去傷害是十幾段起跳的 對對對 那後面就是會 其實大概就是從 怎麼講 他怎麼撤 他做兩個版本 做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 舊的 下中的 對 雖然都一樣在Season2嘛 他沒有Season3完 但他就是做 他怎麼去做出來 很簡單 一個是下中角丟鏡子之後 就打一個基本連段combo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點兩下下信權 丟鏡子 就是多一段 就是多一段補陣 對對對 那傷害我一看 差超多 不過因為這個補陣是 全部人都一樣啦 所以全部人的暴斃連段傷害 都是降低就對了 可是對 我覺得這個影響就是變成說 有些角色 比如說很依賴 VT去做這種一波爆發性的 可能會影響會比較大一點 主要就是你在 你在丟VT的時候 你的段數高的角色 就是會 就是會 受害 你如果 連段少 其實多那一段 當然連段還是會少 但是不會少得這麼多 你懂嗎 就像哈林 下中角推一下丟CA 當然連段會降 但是不會降得這麼多 那有點 一直彈來彈去一直打 連段補陣一直加 對不對 打到後面很慘 可能那坑誇張啦 可能那坑誇張啦 可能那繼續後面 因為這遊戲的補陣是 越多段 他遞減的越多 他不是每次遞減的 趴數是一樣 是越來越多 他會呈現一個遞增的狀態 所以其實不要說 S3 S2大概有連到那種超多 不要說combo 因為我們打暈的時候 combo是接續嘛 通常你打暈前 打很多段 打暈以後 那個根本就很像在抓一樣 大家可以這樣想像就知道了 對 差不多是這樣子 這個是關於VT補陣的部分 好 第二個就是 全角色的補陣頭 補通頭的攻擊呢 持續 大家注意這個是持續 不是發聲 從2F變成3F 那 這個EF的差距 究竟是 差在什麼地方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一般的普通摔發聲的 幅數是5F 對 那持續的部分 大家原本都比較沒有在關注 原本是2F 然後從2F 持續從2F變成3F的意思 那 這邊請RV解釋一下好了 就是說 因為為什麼 現在這個版本 Season 2沒有人 就是 把他弄倒 通常你起扇你要壓他 你不會直接摔 直接摔去太低了 因為你失誤太大了 你太容易失誤 太容易被束點了 對不對 因為你不可能消費 他持續二而已 你不可能什麼就是消費 去做什麼雙壓 你一定就是只能拆一個 那你想說 我要露眼確認 我露眼確認 我看他站起來 我趕快按抓 那第一摔 摔就發聲就要5F了 對 那基本上就是已經不是說 你什麼3F 你反應的時間更短 你懂嗎 所以現在就是說 一般來說 吸塵度大到什麼 就是對方給他起身 對不對 你一定就是可能現在點個 什麼下輕拳 上輕拳 夾2夾3吧 你再去摔 再去5050嘛對不對 不會有人直接摔 那如果他現在改成這樣就是 他是希望你不需要你 吸塵度不需要你就是 一直起身速點 就是對 他是不需要你 沒有他不需要壓的人 那個人就是 好像不想要直接摔的 摔的這個選擇 因為摔太容易 失誤被束點 哦 就是提高大家在那個 進攻的時候 多帶 鼓勵大家多帶點摔 對對對 就像RB說 以前第一季和第二季啊 摔壓起身的風險超高 你說做不做得到 做得到 可是我可以確定是 我練很多 還是會失誤 因為要嘛是晚 要嘛還早都會有可能 就難啊 不管你晚還早 那為什麼說多這一幅 會好壓很多 因為這隨便打的比方是 就像RB說 我們現在常 壓人在起身是用輕攻擊壓嘛 很常我們會選擇就是 持續有3以上的去壓 對對對 失誤率會非常低 反正持續越高 代表你的容錯率越高嘛 通常 容錯率越低啊 容錯越低 失誤率越低 通常只要 假設持續到4幅以上的 那個壓不到是白癡 三幅的話 稍微練習一下 絕對沒問題 絕對 可以注意他是 緣起後起去壓 絕對沒問題 對 大概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摔的部分 可是 如果單就這一條來看 摔這個技能 好像變更強 可是我已經 對 你先說 可是因為這個 這邊並沒有寫到 就是說那個 包含這個就是 其實這一次的改動 其實還有很大一個點 就是以前很多 可以利用普摔之後 去做一些 有力的壓制的 這個動作 比如說角落 摔完之後 可以再持續 摔的loop 這個東西已經被取消了 所以說 這個改動 是不是為了跟這個做一個平衡 可以這麼說 因為現在你摔 既然只能 好好的摔一次的情況 他把那個摔變得更容易成功 傷害或運指也都調高 普遍都是這樣子 大方向是這樣子 沒有錯 那這邊問一下Tommy好了 那假設今天是說 以往的情況下 你可能 你在用摔的次數比較少 那如果這樣子的改動 會鼓勵說 你往後 都帶摔的次數變多嗎 我覺得 該配的還是要配 就是 你的技能給你還是要用 就是 我的角色可能比較沒差 因為我沒有連摔 如果像Rushito他有這種連摔 S2摔對他來說很重要 那 我是覺得 指令頭的角色的話 普摔一定要配 因為你要讓對方知道說 他不要 還是需要解摔的時候 對 還是要解摔 他有可能還是 有時候還要提防說 不是只是要奪你指令頭 對 因為如果只是奪你指令頭 我隨時跳就好 可是如果你是普摔 然後他隨時跳 我可以對空 下來再摔你一次這樣子 差不多是這種情況 這邊的講解可能會比較深一點 因為其實這個都是比較細的改動 那最後一個是修正跳躍攻擊的Hurbox 跟一般的什麼 配色引擎 移動對空 應該不是移動對空 應該是地對空 地對空 地對空 是不是 反正簡單說是 他幾乎普遍是地對空加強 然後空對力會改爛 也就是說跳路攻擊的判定變比較差 他其實沒有明確這樣寫 但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市民也很早就說 就是五代這遊戲跳太強勢 跳很強 跳太強勢 所以如果你對空不好的角色 基本上不會強到哪裡去 對不對 小寶現在是在卡普空那邊看 沒有 小寶這次改動他也開心 因為他以前就很討厭那些摔路 還有一發逆轉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VT現在爆比多一段修正嘛 傷害真的會明顯少 加上沒有摔路這種東西 對 小寶應該是開心的啦 當然他的跳攻擊也相對有被消 對 因為其實爪子的那個跳中角還蠻強的 其實我覺得他那個不可能消得多弱 他那個動畫 他動畫就是這麼低的 他就是一根直直的這樣下來 對啊 其實應該就是不會改太多 好這個是關於 所以目前這樣子的看起來 我們還沒講完 我們晚一點再下結論好了 我們接下來就是看 第二個 這個算是普遍好評啊 這個就是新的練習模式 哇 這個模式那個時候 大家一看到這個模式一出來 那個聊天室的反應是 完蛋了 RB不會出來了 沒有 其實那個說真的 對我和RB這種玩家來說 影響不是很大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 是會比較方便 這個是懶人模式 會比較方便啦 好 這個就是新的練習模式 AE版本的練習模式 那大家可以看到角色 為什麼會變成紅色跟藍色 那就是他們黨派的關係 對 靠擁 抓到啦 抓到啦 還好他不是紅綠 還好他不是藍綠 藍紅跟 藍紅 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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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藍色的地方 就是代表這個角色他先動 還好你有 這次有講對 我以為你要講他什麼什麼檔 我講完的時候還想往旁邊看一下 有沒有講對 對啦 藍色是正的啦 你現在的狀態是正的啦 對 紅色的是負的啦 負的基本上就是你會有一段時間 是沒有辦法動的 他有一個東西沒有秀出來 我到時候都可能試一下 蠻好奇的 我想說加減0的時候他有什麼顏色 可能就沒顏色 沒有顏色 蓋危險的 那大家會看到那個原本的這個 練習模式你可以開這個傷害數字 還有補正還有那個中下段攻擊的判斷 那多了這一個紅色條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紅色條就是你拳腳 包含所有發生 持續還有結束的硬值呢 都會出現在這個紅色的這一條 這個量表上面 這個量值呢 上面會顯示說 我按了這個拳腳發生幾幅 然後 中間持續幾幅 然後結束的時候硬值幾幅 因為大家都知道 格鬥遊戲的每一個拳腳都是這樣子 就是你一個拳腳會有分三個時間 分別是發生持續還有 硬值這三個時間 所以在以往 三個加起來就是 整體發生時間 對整體的時間這樣子 那在以往大家這些資訊 都要透過Frame表 就都要透過Frame表 不管是現在有手機APP 以前沒APP 大家就要帶個筆記本上的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那 把這個東西融入在練習模式 算是一個創局 這對 其實我不知道 我現在看起來 這對新手來講很好耶 是啊是啊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是我們最搞不懂的 對 這個也是一般 因為我們有時候 不知道怎麼接招 是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時候 到底是正還是負責 我們不知道現在應該要去擋呢 還是可以做一些反制 所以這個其實對新手來講 應該是很好的東西 對 因為就是第一個 那個F表就是 其實都比較蠻難以閱讀的 對就是記不起來 第一個記不起來 第二個就是你可能 也不知道他怎麼閱讀 因為通常一個招式 到後面又有很多很多很多時間 什麼什麼證啊 負啊這些 你都搞不懂那些是在幹嘛的 那今天多了這個模式 可以是說是讓更多的 一般玩家 一般玩家 他真的想要認真練習的時候 他可以把這些素質當作參考 講白一點 就是他變成圖像記憶法 對啦 對啦 就是以往你玩一個角色 你要去研究你的拳腳 哪個拳腳才最快啊 什麼什麼的 你真的是要用比對的 你看F表 然後去用想的 現在你只要再練習 按一按 就有 你覺得這是發生多快 這些等等的 但是這對老手來講 應該沒有什麼幫助 我覺得沒有 還是有幫助 某些時候比較方便 但是其實你有時候 有時候要做比較深入的 一些東西的戰術的思考 還是只靠那個來 沒辦法 請說 同學有什麼問題 哈魯同學 那如果你比如說這個 顏色啊 但你想做一些set 它會不會顯示說 比如說 摔完啊過去自己 這些 好像沒有那麼 沒有辦法到這樣子 就是拳腳處理 好像沒有到那麼複雜 沒有辦法到 到套路你還是要用 所以我才說 到套路那種 我還是會另外要計算 你還是要自己算 對啦 你還是要自己算 就是我的66是多少F 然後我摔完之後 有幾F硬值這樣子 然後整體的加起來 時間是多少 大概一個簡單套路 是需要這樣做計算的 那聊天室這邊是有人提到說 之前也有別的格鬥系有做 為什麼後來沒做呢 這個其實就是 有點暗黑商法 因為以往的日本格鬥遊戲呢 他們做F表這種東西 都會另外賣一本攻略本給大家 DLC 也不能說DLC 你想要變強嗎 請來買這一本 最強什麼什麼 比如說 我要勾之書嘛 以前四代的時候不是 鍛鍊之書 以前四代有什麼XX之書 就是經濟之書 我記得家用版出來的時候有一本 超厚本 那個書裡面會有所有拳腳的動作 還有他的 他連Heapbox Heapbox都做出來 我知道 以前日本格鬥遊戲 他們都是這樣在做的 就是他另外在哪一 你賣一本書 不不不所有遊戲都這樣做 好可夢也是 你想要抓神奇寶貝嗎 我們這邊有一本 真的耶 真的耶 都會有這種攻略書 官方認同 官方認同 我以前真的有買到攻略書 是去買那個 機器人大戰 哪一關有神秘道具 我一定要買書起來看 以前網路還不 資訊還不發達的時候會買 可是 其風之狼 類似那種 還有什麼電腦玩家 雜誌後面 不過有跟你講說 那個林月如要收集99隻股 然後去哪裡收這樣子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那不過因為現在網路資訊發達 我覺得是從善如流啦 我覺得是從善如流 因為其實你這些東西 還硬要拿來賣錢 我覺得是 嗯 已經不是 現在已經不是大家會去買 十幾乎本 而且以快來五現在的模式來說 要賣那個書誰買 靠他後面一直會有 DL一小時出來 你懂那意思嗎 欸對耶 所以你要改買APP啊 他不像是以前的遊戲是 出一個就是 那腳車放了可能放 一整年都沒變動 現在沒有這種事啊 你看他一個月要出一個腳車的情況 他賣那個書要怎麼搞 對啊 然後他書後面還是說 你後面出一個小腳車 我再賣你三頁 你把他合上去 買了把它組合起來 對對對 除非他有辦法做成這樣嘛 但感覺 不是容易的事啊 對啊不太容易這樣做啦 所以我覺得算是從善如流 讓所有玩家會變得更方便 去在練習模式裡面 練自己想要的東西這樣子 好 這個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改動啦 那再來我們接著就要來看 就是 角色的部分 先來看角色方向 修正方向之前呢 來看一些新角色的set吧 我們哈魯有特別準備一些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一角色的VT影片 喔 Sakura看起來真的蠻不錯的 剛剛那是LALAL的新的VT 他會先給閃 很像以前KF9 側身 然後抓人家這樣 很像AB閃 對 然後 格林的是很像穿了葛流冰鞋 他可以做出那種 往前滑 戳人家的動作 然後你看他的冰塊變超大塊的 冰塊升級 冰塊升級 然後這DDT 飛過去抓人 可是這個我確定是 蹲著的時候抓不到 蹲姿是抓不到 蹲著打得到太厲害了 然後卡林這個是當生 這個白癡 這個你沒辦法穿過去 他就後面這樣直接跑出來 你拿這個球會卡住你 你沒辦法穿他上面 那拿這個球他本身是有判定框的 那可以可以打 這個厲害 指令頭 然後放一個炸彈在身邊 爆炸 這個超空 他爆炸以後 炸彈爆了 還可以combo 他這個爆炸是自己按還是固定時間 沒有自己按 VT啊那個就VT啊 你可以指令 你知道那個HunterHunter的炸彈魔嗎 就放著他可以引爆這樣 我覺得 那放到不就為了 沒有就是可以打到一個 有連段說 沒有如果 殘血也沒有放到不為了 我不太確定那個 人家防禦 沒有確定集中狀態能不能再放 這個我不太確定 沒有 我覺得他的VT2 這是阿神 這是他第二個血啊 對 沒有啦 那是VT2的效果 那是VT2的效果 這也超痛 這也超痛 這補算好多喔 第二個香蕉喔 我跟你講Burdy的算是連段連算通 完了是下斷鏈子嗎 對下斷鏈子 下斷鏈子 哇下斷鏈子 這麼遠誰會防下斷啊 拜託 剛剛那個商機的VT2可以 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他就 你爆的時候你單發就 那個SPD就變超痛嘛 但是你也可以 也可以拿來連段 就是你可以 以前你輕攻擊是 要抓一定是 不能連段的 對 是打摔者嘛 對 他那個你可以戳到以後 把它抓起來 可是那個補陣就蠻多的 補陣比較多 不會那麼痛 OKOK 也就是說 實現了這個 指令頭玩家的夢想 就是我可以把指令頭 帶到連段裡面 那是一二是 如果你不要這樣說 像他那樣單發 你看喔 如果你氣又滿了 又加上那個單發痛的那樣 哇 壓力多大 壓力超大 抓兩次就GG了 真的是這樣子 抓兩次就GG了 那VT2的部分 這個是 剛才我們看到這些動畫 就是在 禮拜三的官方直播裡面 他的一個showcase 大概秀一些角色 沒有全部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就是 針對每一隻角色 他目前有做的更動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這些字卡 其實哈魯這邊很用心 他是準備了 Burdy Ibuki Karin Nekari Rashito Urian 將軍 好鬼以及Abigail 也就是說我們在場這些 玩家有玩的角色 因為其實 誰用卡琳 誰用卡琳 沒有 除此之外 沒有啦我開玩笑 全部我都可以講 全部我都可以講 我跟RB應該全部都可以講 今天RB也是都可以大概講一下 我跟RB全部都可以講 我們可以依照 我們就可以從字卡上面來看 我們有時間全講 我們今天是時間 先講 挑重點好了 先講想要的 這幾隻裡面 我們先從 Rashito開始看好了 先從16話我們開始看 我們來看 因為Ring這邊要稍微準備一下 Rashito這個角色 目前看起來整體來說 是改強還是改弱呢 改弱改弱 可是是 我覺得是小變動 小變動 有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比較大的 他一個一個講 他66跑的 因為他66跑其實 可以一路跑到底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可以一直跑 他那個意思應該是 你一路跑到底 那個距離沒以前那麼長 但是他這個縮短 是要看縮多短 縮多短 如果縮一點點 其實影響不大 因為我也很少會跑到 也很少會跑 跑那麼遠 跑到半天出燒 我有時候剛好是我跑的時候 你跟我如果很近 你剛好往前跳就對了 我也要被 我怕被你踢背 我繼續往前走 那個比較常發生 然後 那個 前頭後頭都不講了 反正就是因為 現在不能摔路了 你只能摔一次的情況下 就是把雲值和傷害 都分別跳高了 然後 比較有影響應該是那個 2MK 就是蹲中角 蹲中角他的縮多短改變的意思是 我以前有超低聲 超低聲 你可以閃一些 我確定現在沒有 因為這個時候在 開Pone Cut的時候試就試過了 他沒有辦法躲頭垂就對了 很多東西沒辦法躲 沒辦法躲 沒辦法躲 對就是他那超低聲沒 這個對一些戰術會有影響 因為我以前 因為那個真的很賤 我以前打很多角色 閃很多招都是靠那個 然後 他最強的 就是下重拳 劈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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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柴發生多一 那發生多一的情況 我是覺得在力回上 影響不大 唯一有影響的是 我常常有時候要做一些套路是用 劈柴去雙壓 我有算過了 有些不行 雙壓 因為我慢了一幅 有些人在原地起身 我那個2HP是壓不到 就壓不到 會被點 這是 那個我有算過 所以變成說 你有一些套路可能要去改 變成說不能用2HP去壓這樣子 其實他 然後 其實應該這樣講 你看到這所有改動對不對 其實全部都是削弱 可是我覺得 是沒有那麼讓你玩不了的效果 沒有辦法說 像Nash一樣被砍到 這樣手腳斷掉 對對對 然後我可能 會比較想要去瞭解的是 他有一個加強的地方 就是他那個 中的龍捲風 中的 往斜上轉的那個 可以直接接CA 應該 我看字面上 應該是我在場中都能接 場中都能接 以前是只有牆角的時候能接 他那個這樣改動 應該是要變成場中也能接 OK 然後他的VTR很有趣 VTR 但是因為沒有影片 就比較不好講解 會想要研究他的VTR RB應該是有稍微看過 我看過 氣功打到會不會飛起來 他VTR就是 對 他的氣功有變化 他的老鷹T也變得有變化 我看到會有一些奇怪的老鷹T 可以做一些很奇怪的連段 但是那些連段都不痛 但是我可能要研究的是 他可以拿來做什麼強力的牙齒 對 就是看到他打完之後倒地之後 可以做一些什麼有力的set之類的 好 這個是關於Lashito的部分 我們不會講得太深 應該是說 講一些重點 讓大家去理解 好 接下來我們第二個來講 那個 RB的Yulian好了 那 Yulian在這次整體的 哈哈哈哈 這表情有點 哈哈哈哈 搖搖頭啊 搖搖頭啊 來 就讓RB自己來講吧 4-6頭的距離改變 其實摔這個東西就不講 因為大家摔都改弱 就是 因為他就是不讓你loop 所以摔完之後可能 要嘛就是有力度變少 要嘛就是彈開 就是5-5波 你可能還是會先動 只是他不會讓你貼那麼近 對 那戰清拳 打到命中從加5變加4 這個不講 因為他的戰清拳是沒有用的 我們跳過 好 沒講沒用 沒有用戰清拳的 沒有用 命中加5變加4沒有用 這個就是沒有用 實在用不到 然後5HP 就是 這個 大家可能講說抽獎拳 就是往下P 然後打到就ㄎㄧㄤ 然後就噴 大概噴300滴 哇這個很傷 就是這個 有力時間 打到的話 以前可以dash嗎 以前dash之後 還能用下中拳 取上去 然後打一套就300 對 然後他現在就是改成 如果你戰中拳一樣 ㄎㄧㄤ到之後 你錢錢過去 你下中拳沒辦法連斷了 對 可以用戰清拳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瞪 直接瞪著後面 不是 而 而據我所知 而據我所知 前前過去的話 是可以下中拳的 喔還可以按下中拳 對 因為他的下中拳是6幅 對對對 最差就是下中拳接細弓 對 最差就是下中拳 但是我覺得如果打 不是 因為我講過這個很奇怪 就是 其實我也覺得那個CC打到 過去那個打一下 還可以用中拳接 不是我覺得以前 現在這個東西真的太痛了 那我覺得真的是可以把它改 不要這麼痛 他現在改這樣就是不想要那麼痛 可是他改得很尷尬 就是他好像也沒有什麼招式說 可以說 做大傷害 沒有辦法取決到一個平衡點 但現在就是實際上說 過去我剛剛可以接下中拳沒有錯 那其實下中拳你是可以去接那個 頭錘 普通頭錘或普通撞都可以接的 或者是你先點個下中拳 然後下心拳頭錘都可以 但是問題會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CC打到之後 距離很遠的怎麼辦 你前前過去之後 你下中拳打到 但是因為你已經做一個前前的動作 你下中拳打到之後 你基本上集氣是來不及的 來不及 來不及 變成說很蠢 就是你打到之後下中拳 然後丟個氣功這樣子 哇 但是如果我這邊有玩優戀玩家 反正我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他不是說完全砍死這招 因為大家知道我之前講過 優戀他的戰中拳是可以集氣的 對 就是可以集或不集的 不是我說按住 那個戰中拳按住可以集氣 如果你是被戰中拳 集到滿的情況下打中的話 他前前還是可以接戰中拳 哦要集到滿 對就是你不能每次就點一下 每次就ㄎ一下 然後就想讓人家噴上尾 他就是做成不讓你這樣子 OK了解 好那他有沒有什麼重點可以挑出來講 我看一下我講下一個好了 5HK他說攻擊判定變化 就是就像他前面石頭王講 就是講得很含糊 可能不知道變強變弱也不知道 就是說可能這文字比較沒辦法表達 是 但我個人推測可能是變強 哦真的 我覺得可能是變強 對因為他其實他的5HK其實是一個很 很有特色的招式 那第一次知道他可能5HK就是他那個 一字馬腳往下壓那個 就是大家知道可能對他的第一印象 腳跟打人 對他可能大家對他的第一印象就是 這個東西是對空 對不對 因為頭頂上的對空 因為他角局很高嘛 比如說跟他打倒轉這樣 對但是我在這邊講還是他有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 石頭其實也知道 就是比較 因為一般玩家不會知道 因為這個很深的才知道 就是他有個 附加功能 就是他可以躲摔 就他腳 因為你會往後縮嘛 他腳舉起來瞬間 人會往後躲 對 我在想說不定是改這個 對 算是不確定 所以就字面上意思可能要對出來才知道 對還不確定 對要出來試才知道 2LP 從加5改成人家 這個就 我覺得影響非常大 哦連段的選擇嗎 就是加5的話 你以前就是很多的 大家知道就是 五代的遊戲 某些角色就是如果佔清拳 清攻擊他打了康特之後 他中攻擊可以按兩下 再接必殺技 我隨便舉個例 像卡琳好了 下清拳嘛 可能佔中拳 下中角 天狐嘛 康特連段 那ULIAN這個被改掉之後 意味著什麼 大家看到他 ULIAN他現在的佔中拳是7幅 所以就是改成加4之後 所以變成說一直是打康之後 下清拳打康之後 沒有辦法再接站中拳了 哦 他要直接接下中拳 嗯 接走擊的下中拳 然後就直接出必殺技 他就少了一個中攻擊可以確認 哦 那更是 你確認也 也變難 以前那個確認滿容易的 當然 兩下太容易了 兩下比較簡單 然後後面都是什麼跳攻擊那個判定 我們就先不講跳過 那VT的部分呢 沒有 VT前面那個 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大的一刀 就是他的6MP 挖挖拳 硬直被加了2 這是非常大的一刀 原本這個嘛 對對對 但是可能很多人 就字面上的意思 可能不是很清楚 他講這段什麼意思 比較容易被打 不是 也可以這樣說 但是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像我們有個禁止尋處嘛 然後有人想說 是不是這個東西等於說 是不是可能是發生變賣 然後我這邊做個解釋 就是 因為現在的Season 2的Yulian 這個挖挖拳 超快的 就是意思 快的意思是什麼 對 快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在你沒有揮空的情況下 你收招非常快 對 就是你可能出一下 然後就說 你馬上就可以動了 就是他 然後 然後 大家可能就是看到 有個很容易發生的畫面 就是說 可能對方快暈了 然後Yulian就一直在那邊挖挖拳 挖挖拳 然後挖空就下金腳 挖空就下金腳 一直這樣戳 他這樣改就是讓挖挖拳 大家有更多時間去反應他揮空的時候 然後按一下 然後去點可能點下段 大家就是硬直變長 我覺得其實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 算是蠻大的一刀 那後面 就是他應該是 唯一變強的地方 就是 額 額 額 你看看 你眼睛不好是不是 沒有 沒有 就是 就是鏡子加氣 會幫你加多一點點氣 加氣變快 對我實在不想講 這個每個角色都一樣 好啦 所以整體來講的 算是下修 所以這個角色是下修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角色來看的 就是Birdy的部分 那我們Tommy的主力角色Birdy 當然也是冠軍角 那其實冠軍角 就比較容易成為標靶 這樣以往的情況來看 不一定啊 那一年Nakoto拿蓋歐奪冠的時候 蓋歐沒事啊 對蓋歐沒事 這也是例外 那Birdy來看 5MP的動作 這個都是變化 我覺得看不出來 這個應該看不出來 然後他說5MP刷劍其他招式會導致 就是角色移動的現象 這個有點微妙欸 我不知道我不確定 但是是不是想說 那個5MP可能會有移動頭之類的 哦 因為你原本按5MP的時候 就是按完它還是在原地嘛 那如果照它這樣敘述 它是5MP之後角色會稍微往前一點點 跟其他角色也有類似的東西 有的招式會 這種東西就可以 以前都是用這個東西來做移動頭 就是那種 就是稍微遠一點點的補充頭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 2LP動作中 推於判定命中 會被推比較遠 就不讓你那邊一直點的嘛 哦 就是它的那個下體拳 哦對啦 下體拳 不想讓你一直點 因為那個是蠻強的 對蠻強的 這個多少有點影響 對 因為2LP 它就有點像是老商的 2LP 對 它的下體拳是很強的 判定非常遠 然後又發聲又快 因為它是輕攻擊 對 所以就稍微做一點修正 然後它的2MP攻擊判定變更 這個 被攻擊 哦被攻擊 所以應該是變得比較好差的 我猜 2MP OK 沒那麼硬 因為現在是硬到爆炸 現在也是戳不太到你啊 所以 被攻擊判定變更 對啊 就是受擊判定 但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變好還是變壞 我猜 不可能是變好 已經好到頂天了 現在真的沒有 這是邏輯 沒有問題 我覺得搞不好它 完全 完全可以 完全對空 這樣 也是有可能 連跳到你背後 我都把他頂下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頭髮按下去就全身無敵 就這樣 起身就很低 起身都很低 起身都很低 起身就全身無敵 起身都很低 然後2HP的話 攻擊被攻擊判定 推一邊更 這個我也看不出來啊 反正 我們都看不出來 對 然後 Birdy的都是這樣子 但我跟你講 最恐怖的就是這一種 因為我覺得你在 這個 Birdy是個插合很強的角色 但是你 每個都寫這種東西 都是攻擊半天變更 受擊半天變更 我根本不知道說這種東西 萬一都是變小 我之後在打利回 幹嘛我到底是有利沒利 我覺得這個 反而會影響到很多 你利回 你原本以前在這個距離 你揮得到的東西 有可能 然後 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他的 怎麼沒寫啊 還是沒有根本沒這件事 他不是他的一叉指令頭 啊 一叉指令頭 對摔無敵沒有啊 有有 對摔無敵他把他拿掉了 有有有 他刪掉了 冠軍一直用 我覺得這個 這個當然也是 很嚴重啦 這個改調很嚴重 他第一個這個應該 他寫灰空增加Bive 沒有這個是大家都一樣 對啊這個應該是所有的指令頭都一樣 重點是第二個 他一叉指令頭對摔沒有無敵 因為他以前 以前他就是人家壓他 可以猜拳啦 所有人壓他都是要擔心被逆二者 然後現在 他可以用一叉指令頭 或者直接用一叉牛角 現在就不用擔心 但是 你換個方便想 就是因為摔的話 那頂多我給你摔 你又不能摔完 你又不能做什麼事 對 現在新的版本摔完 什麼事都不能做 就算了 就給你摔了 你這樣想想可能好一點 可是你還是會解摔啊 就解啊 艾姐的要死 直接做艾姐就是你了 他跟阿胖 沒有啊 對 你們兩個有拚的 沒有啊 這個是關於指令頭的修正 所以 這個表面上看起來 是非常非常大的nerf 不過這個 在環境上面究竟會造成多少 我還是說 現在對Burdy以來 要下結論變強變弱 真的就是看那些判定變更 受擊跟攻擊判定 對你覺得關鍵還是在世界判定 對你覺得關鍵還是在世界判定 因為他就是靠力回吃飯 他走那麼慢 他的 攻擊 攻擊框跟受擊框很重要 對 然後在還沒暴斃之前 其實 就還好 他就變得很靠力回吃飯的一個角色 一直都是 對對對 好所以 那最後這一個增強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 威力從120變140 VT威力從144變140 這是哪一個啊 從威力撞你 喔這是撞 OKOK 26HP 所以威力變少 我覺得這個 威力變大吧 我覺得還OK啦 還OK 還是有用啦 有用啦 但不是那麼重要的東西 威力有變大一點 20有差 這又是一種感覺 就是我前面修了你那麼多 蠻臉的 你用弄弱那麼多 我就是像Tommy講 Burdy修了是修了怎樣 很難說 我猜有些選手是修弱 有些是修強也不一定 但是就看不出來 就像他們剛剛講的 下中拳對空 那萬一這個把他修弱 那對他也是很傷 OK 好這個是關於Burdy 所以Burdy目前看起來就是 因為我今天出門之前 才在看那個日本他有一個網站 他那個Gatocheca 他有辦一個很有趣的投票 他就是 他把每一個角色都列出來 然後讓玩家自己去選投票 他會送三個選項 比如說龍 你覺得他是被改的強了呢 還是被改的弱了 還是不知道 那我看Burdy那一格是 不知道 點不知道的人最多 這真的不太知道 當然那個選下修的還是比較多一點 但是選不知道的人最多這樣子 那所以Burdy這個角色的狀況有點不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這個樣子 應該接下來是要講Nekali 因為是換我了 那我們來看Nekali的部分 Nekali更沒什麼可以講 我說真的幾乎沒有改 好那再看下一隻角色 簡單講一下 因為Nekali當然他六摔變強了 不過因為摔loop沒有了 他原本也只有在角落可以做一些 類似簡單的體感摔 所以我覺得這也還好 那四摔的話其實也少用 所以影響也不大 那5LP原本是發生三 我覺得5LP會是一個關鍵 因為大家最常看到Nekali就是親手對空 親手對空 原本在第二季就已經講說過要修的東西了 不過他是有修 還是可以啦 還是可以 那這一次他這邊講說 攻擊判定變更推移變更 所以有可能是 他原本前面還點 應該說他原本他點的時候 甚至連上面都點的到 有可能點不到了 那命中防禦 這個也很重要 就是你原本點完之後 他強勢強在哪裡 點完之後我下來可以做一個二折 我可以做一個雙壓嘛對不對 我可以做打摔折 那如果距離加大的情況下 也許變成說你就不能做一個 可能你前前就只在前面而已啦 對 以前甚至還可以做一個前後折 因為點完之後他 在你的頭上左右 你可以做一個前前或後折 距離加大 會不會一點把對方點到角落去 有點誇張 不會 有點誇張 好這個是 就是ULP對空的部分 那基本上還是鼓勵大家 就是可以趁現在多練習一下 升龍對空 那5MP的部分應該就還好 他都推移判定變更 這也不知道是變得怎麼樣 那5MK的話 5MK算是有點算是 發生蠻快的一個中攻擊 背防之後 拉開距離加大 哇這個也算是一個蠻 應該是說他算是nerf 因為這變成說你以前 我們常常最常看到 尼卡里大的連段就是從5MK起始 5MK 中距離的話5MK起始 那你要是推開距離增大 你有可能接下來也要接2MP 或者是接 不是啊 Ruby他是寫被防 又不是打到 他是不想要你 以前5MK不是你去 按人往前走摔 按人往前走摔 按人往前走按 對啊就是你擋完一次之後 會被彈開比較遠 跟連段沒關聯 是擋住 連段我相信一定是可以接 連段還是可以接啊 連段5MP不能連2 你把那個遊戲刪了算了 他的意思就是像Ruby講的 以前不是常看到人家按完 因為他加2嘛 所以人家不敢動 他如果很近又可以往前走 可能摔 或者再按一次5MP 按個兩三次都會 那個按完超近的好不好 因為那個按完是 我跟你講 雖然你往前走你說我可以點你對不對 我要完全是用拆的 我可能一點你就忽然是 下攻拳我就被你打 對對對 所以他是要避免這種東西 避免你就會看到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一些奶卡拉里玩家 他會這樣子無為給我可以 就像你剛才前面提到 這是改弱沒有錯 聊天室幹 他媽你們出來講 這是改弱沒有錯 這是改弱沒有錯 再來就是2HP 被攻擊判定變更 這個還好 因為2HK比較少拿來用來對空 所以是還好 那跳路攻擊 這個是大家都有被改的 所以也OK 3HP 我想想看 3HP應該是中段吧 我記得是中段 那這個應該是暴斃之後才能用 被防的拉開距離縮短 也就是說 原本擋住之後會彈太一段距離 然後這個距離稍微縮短一點 終於正常了 因為他要 他是要 因為那個中段通常都是-6 可以缺乏 可是以前有些角色是中段擋完以後 因為距離太遠 根本按不到 對 那個我覺得真的很有問題 不合理 對所以他可能 但我猜很尖端 有可能還是缺不到 但他就是要 在不是那麼尖端的情況 讓人家可以缺 對 他的目的是這樣 因為這種 中段本來就是會 一個風險比較大的招式 好 再來就是VS的部分 這個對尼卡利講 也算是比較 麻煩的地方 就是那個 原本陣地 可以增加一些 原本VS就是拿來增加你的V-Trigger 那大家也知道 尼卡利他的 暴斃性能是非常強的 那 你要增加你 提早暴斃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會利用你的陣地 不過陣地這個 增加的VT量減少的話 就變成說 你要暴斃的時間 可能就會被往後拉 再給我七哥暴斃 這個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是 以往的V-Scale 很多人加V 加的狀況差不多 可是有些角色的V-Scale 是很難用 有些是很好用 像尼卡利 或者是Ibuki那種超好用 都很好用 像這種超好用 超容易擊中的V-Scale 他就是把他的 C-3就是把他的VT量減少 然後像我Washiro那個滾T 他就是增加 就是 他把那種比較難出現的V-Scale 讓你一次加的V的量增加 比較容易像陣地那種 你從頭陣到尾沒問題 一整場可以 10次都有可能 10幾次 Ibuki你看那邊 這個一整場10次 一直推 他就是把這種 很容易一直出現的V的增加變少 比較少出現的就是增加 剛剛Burdy說少 香蕉那麼難中 你少來 沒有啊 你丟那個開洗烏龍茶那麼好中 丟個香蕉 丟個罐子加半個 開洗烏龍茶那麼好丟出去 那很難丟啊 沒有那是打Rush都不能丟 對啊 大很多巧克力丟好不好 好 所以指令頭這個就是大家都一樣 就是灰空之後增加8F硬質 也就是更容易被缺乏 不過所以 他又增加10個威力 其實尼卡利的指令頭已經在2.5的時候 就已經加10了 這邊又再加10了 間接在鼓勵你更堵了 那VT又再加 他這一定挪一路必要給錢啊 那指令頭的威力一直加 加到200去了 其實很多角色的指令頭威力都有加一點 因為他現在每個角色的 印值都變多了 沒抓到的風險變大 他就是等於是高風險也高回報啦 因為以往可能會大家常常看比賽就是 我往斜後跳拆到你指令頭了 結果斜後跳之後我要去缺乏你的指令頭回攻 結果打不到 這種情況在新的版本會比較容易中的 就是說我躲過你的指令頭之後 我還可以dash進去對你做一些事情 我不覺得dash要是 可能往前走一點 dash還是來不去 我覺得你要dash可能是厚厚 然後dash可以 現在這本我都是用厚厚的 所以 可是慢一點點都死不了 慢一點點 但是你一開始厚厚的就是賭對方要指令頭 所以只要一看每一種你一定會馬上在籤錢 就是你要有心理準備 對對對 我是說因為我一開始聽到那個指令頭 就是印值是多20的 我超開心的 我真的真的我不是胡亂 我真的聽到一開始聽到情報指令頭是比現在又再硬直大20 再多10 最後出來這個8就是出現一個很尷尬的數字 蠻尷尬的 好像欸很奇怪剛剛講的 我如果選擇後跳了就是比較安全的選後跳 後跳之後我有沒有辦法去前前打他一套呢 但我目前用去想一下我覺得機率不大 但是有可能可以往前走一步然後打一套 因為以前這個版本有時候是你後跳 往前走按人家擋住了 都有機會 對對對以前是這樣子 好 那最後呢就是大家知道那個VT專用劑 那個不管是VT1還是VT2 尼卡里都多了一個招式 聽說 我聽說不是很確定 他VT2多的那個招式聽說是不錯 聽說 聽說 我聽香港大哥說的 有一點使用心 但是他還沒有講得很清楚 對這個就等到實際上了之後 我們再秀給大家看 我聽香港大哥說的 但是他還沒有跟我說很清楚 香港大哥在香港的Sony偷玩 真的嗎 他說因為他跟香港的Sony很熟 他媽在香港的Sony偷玩AE 超不要臉的 你這樣直接把他講出來OK嗎 沒關係啊 反正這邊沒香港的看 不對啊我們有香港觀眾 有啊我乾爹 我乾爹是香港的 香港人啊 我香港大哥是誰 不是沒有說 也是啦 香港大哥這麼多 我知道他最近去賣藥了 最近去賣藥了 最近去賣藥了 最近去賣藥 最近去賣藥 最近去賣藥了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好 我們四位玩家的主要角色啦 那今天有準備老桑嗎 老桑 可惜沒有 沒有 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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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講將軍 我們來講將軍 先講將軍 然後等一下來講阿BK 將軍給你 好我們將軍的部分來看一下 來 喔你蠻多的耶 頭其實就不用講 簡單的把重點講出來 好反正帥路沒有了 然後我覺得五位樓可以講 五位樓算是蠻重要 就是原本的3F拳腳嘛 對不對 比較重要的目前看來 五位樓可以你講吧 因為五位樓可以他以前是 因為五位樓可以 一是發生三幅 二是超級無理批遠 就是他的那個攻擊判定很遠 他以前用五位樓可以 可以擊中取消角刀的情況 或者是丟棄狂 丟棄狂 然後剪刀腳這樣子 以前是一下而已 可是現在這個沒辦法combo 他沒辦法combo 擋住也是複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以前就算是沒有擊中好了 你看他將軍用五位樓可以放個氣功啊 你什麼時候不能做 你什麼時候不能做 因為被堆開嘛 很遠 而且你什麼時候不能做 他現在應該是五位樓可以放氣功的中間 因為他的浮速降低嘛 應該是可以插招 可以插招 就是他不讓將軍一直在那邊 插四幅 一直在那邊 一直這樣放 我覺得這個會有蠻大的影響 這個在立回上面的策略 所以會必須要有所調整 對 好那我們來看還有什麼比較重要的 2HP是拿來對空的嘛 對不對 所以有變化 還是不知道是否要變強變弱 看一下5HP啊 我猜變強 因為要把那個帽子對空修掉的話 我猜是帽子對空會修掉 那既然帽子對空沒辦法 他就會把他2HP發生比較慢的那個 曹天勾那個拳要把他變強 他有寫2HP變化嗎 沒有 所以他沒寫所以可能還是在 我覺得有點應該不太可能不修吧 他沒寫啊 還是在下一頁 他有第二頁嗎 有 可是他沒寫 你這全部了嗎 後面都必殺技了 對這全部了 好那下一頁就繼續下進拳 繼續帽子對空 那邊將軍的修正 4HP發生 4HP比較慢 4HP動作中的推移 2HP變化 28K是剪刀角嗎 為命中派生PP 28K是惡魔導轉 28K是下上啦 好對下上 OK 好那 他那個就是以前你惡魔導轉 你知道他惡魔導轉1X那個很強嗎 對 那他還可以做一個是 變到你後面 對 然後故意沒有打到你 故意不中然後 可是是他先動 對 他現在這個就是那件事取消就對了 所以你落地之後的硬質變得比較大 對就是你 你瞎回空沒有讓人家防住的時候 還是差正的沒錯 但是現在就是他會空的時候 你比較有機會可以去攻擊他 這樣子 以前是幾乎沒音質 以前那個幾乎是沒音質 我覺得這也該改啦 然後命中 被擋住是震的 然後落地之後還先動 真的是很誇張 對 我覺得因為我 其實我會想要看將軍 我就是覺得 因為我之前有聽到一個就是 將軍我覺得那個最嚴重的改動 可是我現在在最後最終這個發布出來 我沒看到 大衛魔術 對就是大衛魔術被移除 但是我最終沒看到 所以可能穿身還在 如果穿身還在 如果穿身還在 基本上這角色還絕對 就是 就算整理削弱也落不知道哪裡去 那個穿身真的高死一堆人 那穿身很強啦 很強很強 高死一堆人 那個穿身 有人說哈魯沒更新到是不是 所以是有 那個穿身 那個穿身有 很容易可以帶好多傷害 對啊 那個在暴斃之後的威脅性真的很高 可是因為像你說 如果 如果佔青角不能接BALL的話 穿身之後 他可能選擇就只能 會少 對有可能 因為以前通常穿身就是青角 然後剪刀角嘛 沒有青角氣功 沒有青角先BALL氣功嘛 氣功打到就出那一二剪刀角 然後一中的時候 他就 牽涉完加三角加二 就拆了 就5050了 好 那這個是將軍的部分 還有比較明顯的更動需要跟大家提嗎 沒有的話 目前沒有 將軍感覺也是改落 但是好像OK 還是可以 而且你看POPPS前面打那個傷害嗎 哈哈 那個也是好誇張 我覺得他的BT2是有趣的 有趣的BT2 他可能會是一個 如果他的BT1還是可以穿身 他可能是唯一一個角色 BT1和BT2都是很強 都是很OK的 這樣子 好 那這是將軍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覺得這個算是今天的重點 Abigail這個角色 因為目前為止 對你講 包含我剛剛提到的這個投票結果 目前票數就是被BUFF最多的角色 其實我真的沒有看過Abigail 我只看到很多 我沒有看他 好那我們來簡單看一下 蹲姿對頭判定改變 這個 我覺得改變那個就算了 我覺得2L虧那個厲害 我一個看 好等一下 空中 因為Abigail他本身 因為他這個角色體型太大 對 所以像我Yulian在打很多連段的時候 在打Abigail實際上是不成立的 對 我很多連段我WL是要換一套打吧 對不對 我打Abigail我幾乎所有set都做不出來 所以我打Abigail我基本上就是 打他就搶傷害 全部都是打最痛的 我也不想reset 因為他履不出來 真的履不出來 因為他體型太大 他撞鏡子的面積 他撞到鏡子的位置跟其他角色不一樣 彈起來的高度都不一樣 所以我打這個角色不錯了 OK 你說 前頭嗎 這個loop都不講 5LP 受敵團隊也不講 5LK 6F變5F 很強欸 戰輕腳 很強 戰輕腳蠻遠的耶 你看他2LP 2LP就是蹲下那個 輕刷拳 變5F 你看他多遠 5F要把人家點死 原本6F就 還可以了耶 作用 作用是什麼 作用應該是持續 應該是持續 持續變3 那很厲害 發生5持續3 遠到爆 然後2LK那也很厲害 以前2LK是 你一下確認 要不要接 那個 擊槍拳 現在你可以輕腳輕腳 兩下 然後再接 超級強 而且那個 他的下輕腳也超遠阿B 一定知道 這個超猛 我覺得X5真的有點厲害 X5超猛 X5很過分欸 他這樣有點 他這樣下段變很強 X5真的有點厲害 而且我不要說他 點兩下 抓 點兩下接擊槍拳 他點一下如果是擊中就對了 你猜到死 沒有我在想搞不好 點兩下還可以抓住 還可以拆 還可以指令頭 好恐怖 不太可能 因為他的指令頭沒有老上這麼遠阿 他是可以 輕的比較遠 他可以蹲輕腳 站輕腳 然後指令頭 是可以的 現在是可以的 現在可以 現在因為Season2 基本上Up級都是用 站輕腳去圓 因為他站輕腳 擋到給予的 你的有力幅數比較好 我都是點站輕腳 但下一板可能像你說 夏輕腳打到加五的話 而且還是個下段 基本上應該就是非常厲害 然後重點是還有一個 我要講的就是 那個VTREAKER 持續時間增加 我覺得這板就已經夠久了 這板就是消不掉了VTREAKER 他除非放那個極限的東西 他才會扣 扣一點點 扣一格 扣一格上格 但是我覺得有中間那一排很關鍵 你看一堆攻擊獸擊 也是啊 因為他現在招式太難插合 我覺得倒不合理 你中間那一串全部都是跳的 對啊都是跳的 跟地上的那一關啦 那都是跳的 那都是跳攻擊的啦 跟你的殺人沒關係啦 6HP攻擊一% 因為他目前 他的Up級特殊技6HP 他就是往上打的 那個只要你蹲著 你就打不到 然後因為可能這招目前就是 太不被廣泛運用 所以看不懂就是把它強化 我確定這個我聽到 絕對是強化 就是6HP這個東西就是 下一板會有強化 所以變成說你站姿 有可能就被打到這樣子 這個不能確定 但是就是會有一些強化的東西 對 浮空可以追加那個 是VSKILL 是浮空追擊可能增強 VS 這個就 還有下一板我記得他很多 我覺得 喔還真的蠻久的 這機槍拳 我覺得2HP 2LP和2LK那個改變超猛 即飛距離改變 然後這不差變遠變近 OK 這不用看了 浮空性可能 聽說是不能受身 對一段他這邊是 對不能受身 一段擊中不能受身 我在想他的一段可能就是 因為他的2B是 他還要一直按 對是機傷拳 如果你轉上去之後 你不連打 你不連打之後 他可能被你打到時候 他爬不起來 真的超強的 對那誰要那個 多230的三百元 對我也不要打 我幫你打打 我幫你打打 然後起身幫你跟你拆這樣子 我一直是這樣 不可受身 那個距離會多遠 就不知道他 我跟你講真的 如果是不可受身 躺在那邊 對對對 前前兩次都來得及 哦 只要確定躺在那邊 前前兩次 就上個都一樣 LP MP跟HP 然後都是一樣 就是 還有 我覺得他很多 EX的機槍拳 碰撞體積改變 一段一樣不可以受身 好 因為EX的應該通常都拿來帶連段 624 624K是哪一個 翻身嗎 那個半拳 指令頭 加巴那個 都一樣 然後KK就是跑 好派生拳頭的話 受級判定 被訪的推理距離增加 還增加 那已經原本就不好卻了耶 如果沒有現在來說 現在來說就是 如果你被一檔的一個 這個跑的時候 拳擊尖端的話 現在是沒有人可以卻 除非你很特殊 像Yulian有禁止那種 那種立場別論 對對對 那一般來說 他說如果再拉大的話 可能以後可能 不用到極限距離 你可能還是沒辦法缺反他 意思是這樣 他就是鼓勵你一直跑步 揍人家就對了 從頭揍到我 反正你也沒辦法缺反 然後 好我們看 EX的 跑 一樣 一樣 EX的抓 普通的跑 KK的抓 一樣就是 算子令頭嘛 所以加巴虎 OK EX的跑裡面 駭聲 怎麼兩個 一樣的啊 對 沒有他EX版的 KK 反正都是一樣加巴虎 那EX KK 踩中 這個很 這個就 這個我沒有辦法講 因為現在他的EX 他的EX跑 其實在跑的過程中 他會有一個踩人的 踩人的功能 會有一個踩的判定 但是基本上不會有 大家不會看到 因為基本上就是在踩之前 大家對於派生的東西 就按東西了 因為他跑一段時間 才會出現那個踩人的動作 對 對 而且他要很近耶 就是跑的時候 派生Vskill 就一樣 就跟前面講過 就是Vskill 可是我記得 RBK有的時候 他可能會起身凹這個東西 你說 就是那個EXKK 凹完就直接抓了 他會直接抓 所以這個可能也會有一點影響 那為什麼沒有把他對摔無敵拿掉 他本來就沒對摔無敵 他是跳取消才對摔無敵 對那是跳取消 我說跑步的抓耶 那是有跳取消才有對摔無敵 沒有 跑步的抓 我不知道有沒有對摔無敵 有嗎 有有有有有 但是基本上沒有 他那個東西 前面已經先做個跑的動作 那個跟後面 不行嗎 要拿都拿不到 那真的已經沒有差了 那真的已經沒有差了 好 所以這樣整體看下來 是真的有上修到一個很誇張的程度嗎 我覺得 蠻強耶 我覺得本來就已經不弱了 沒有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大家說 BUFF這麼多 是因為他 除了角色變強以外 主要就是 很重要就是 你有沒有吃到系統上 大環境 你有沒有吃到系統上的 就是優惠這樣子 譬如說摔的loop沒有了 所以對於一些 很容易被壓爆 或沒無敵機的角色 他們會好一點 對 原來其實阿比哥爾就是一個 就是沒無敵機 你在角落以前 進角落就再見了 就是你也沒得拗 那你就是一直無時無時 那現在 假如你摔完距離不能loop 距離出來的話 你再重新給他打 你一定沒有優勢 他學多 力量大 這樣子的變動有沒有辦法 可能影響到 甚至他原本不利對決變有力對決 不至於會好打而已 不至於 只會好打而已 好一點點而已 那他原本的有力對決會更有力 我要說的是 他的那個 蹲輕拳和蹲輕腳這個東西 我覺得他打有些對決會碾壓 他會是一個 有力很有力 不利當然還是不利的 還是一個 我覺得他走向更奇怪 他打凱爾一定還是不利的 不用想了 之類的 但他打有些對決會 真的會被人家打爆 你知道他那個夏天拳 真的五福那個差的多強 你知道那個多遠嗎 躲到很遠 超遠的 我是覺得 不管是插合 我是覺得夏天拳有buff 我是覺得應該是比較厲害的 夏天拳是力回上還有做一些雀板 因為你知道那個五福變很多雀板很好去 你說什麼夏天拳嗎 對 很遠變得超好雀 可能Burdy EX撞完就被他夏天拳 我覺得就是卡普恩看到你cosplay啦 太可怕了 生氣了 怎麼有人可以cosplay那麼像 你的名字是 好就說我要cosyurihan了 那名字是什麼 那名字是什麼 RB的 好那我們 因為其實角色還很多 所以我們可能就留待下一次好不好 下一次 我覺得因為這個角色變更很多 我們沒辦法在節目上一次講完 如果之後觀眾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Ruby或RB的直播的時候問他們 怎樣他們都可以做出不說的解答 就是你想問什麼角色就去找那個 就是找Ruby 然後就 然後我就會說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你可以去問RB 不是RB剛剛 RB剛剛的一臉驚訝是認真的 不是在做效果說 問Ruby 你為什麼跟跟組織有點面長 問我們兩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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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個問題問得不錯 你們可以去問一下石油王跟RB 沒有Ruby是幫你們過濾問題 對對對 太簡單了我先幫你們打掉 我怕他過濾失敗你知道嗎 這有過濾過嗎 怎麼會有這種問題 靠腰 不行我忘不了 高福平剛在那裡 他說 剛剛不是在演戲 他是發自內心的 對他沒有在演戲 他說 笑死我 好啦那我們最後呢 我們剛才看了很多演出 來看一下讓大家爽的好不好 Sakura 我們這一個 第三季的第一個新遊戲角色 你有看到影片了嗎 葉子要不要出這個 有興趣 有興趣是不是 我來看一下連段影片 我記得上葉子Costplay的卡鈴 我還是覺得很棒 他是不是偷穿單的衣服 那是單的衣服吧 對啊那是單的衣服 他跟單白是好朋友啊 他們是同一組的啊 他們是同一組的啊 那是VT1 那是VT1 在VT1 在VT1 他VT2 他VT2是春風角會有變化 所以你看他腳上有一個光芒 有一個特效 他春風角會有變化 這個畫面有點怪 他其實有三套服裝都有秀了 一個是剛才看到那個基本服裝 就是有點像 他的職業設定是在電動廠打工 所以他會帶一個耳麥這樣子 那另外一套就剛剛大家講的就是那個 新典的高中服 對 還有那個就是那個水手服啊 那剛剛還有看到那一套就是單的衣服 他跟單是朋友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不是說我衣服交換穿 朋友啊 朋友朋友 好朋友 對他們三個一組的啊 就是怪獸 搞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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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單就是搞笑組 對對對 那這邊提供大家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 預計1月16號 也就是禮拜二的晚上幾點 有點忘記了 反正他會進行維修 大家現在登錄快達5 應該都會看到這個訊息了 然後會修到 禮拜三的凌晨4點 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 他就會提供AE的更新 你原本就有買快達5的朋友 這段時間可以上線更新 我有問題 是只有PS4還是Steam也有 Steam也有啊 統一時間嗎 對啊 確定嗎 對啊 線上啦 但是因為你知道 Steam它數位版可以直接買AE 所以實體版18號PS4才買到 可是Steam可能17號就可以買到 沒有 因為主要是 之前有說 16號那一天 就要去馬來西亞工作 所以我身上沒有PS4 我很怕Steam玩不到 我只有筆電 玩不到我就GG了 我就怕你到馬來西亞 還要再找個網路想辦法更新 沒有 他們給我說那飯店網路超快的 真的嗎 那飯店五星的 超棒超棒 我去那公說他給我那飯店五星的 好 那這個就是AE的更新 大家也可以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那這一次 好想玩AE 對啊你都講了好久了 好想玩AE 大家都等很久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改版情報搶先看 隨著下禮拜上市 當然我們在下禮拜五的BioP 會有最新的AE的全面的解析 到時候也會請大家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這一part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我們休息個10分鐘 10分鐘之後回來 我們要來輕鬆一下 玩個手遊 廣告之後我們回來 天堂 玩個手遊 又要點霧器了 哈哈哈哈 看看 再一次 很棒 我們emo了 很厲害 我們做ümüloc 느�子 說明 естно 初心 іти 哲 lain Ton